本年特殊教育學校 今天在大禮等基盤一項教學申告店 丁憲學黨和黨紀令的教學申告 學校議員表示 這項和黨紀令的教學 可以讓他們的學黨 保養活動和運動的慶祝 本年加倍的發育 比這兒保養主信心 我們今天辦理這個活動 是METP的活動 我想辦理這個活動 一個用意就是 讓我們身心張揚的孩子 也有活動運動的權利 我們藉由這個活動 可以讓他們有興趣 來進行運動 那自然他們的身體 也漸漸的變得有活力起來了 所以這個部分 學校藉由這樣的活動 讓他們提高自己的自信心 奠定未來生活的基礎 一方面呢 也藉由這樣的活動 可以讓他們的肌肉得以發展 本年特殊教育學校 提供這項技能教育 已經有三年的時間 成功非常優良 今天分組五組 來電視成功 學生也相當高興 學校議員再次出 因此這套本年方式 已經不用出幾六月 得出歐文的金牌選手 希望將來能夠維持在乎學生 替婦年和國家進出公園 我們今天MATP的活動 我想在我們國小部 幼兒部來進行 那也是為了以後 我們國家夏季 還有冬季特奧運的選手做培訓 像我們最近的選手 廖登科同學 還有黃俊博同學 都為我們雲林縣 也為我們國家爭光 我想藉由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我們的選手從小就可以 因著他們的興趣 然後藉由強化肌肉的發展 然後大家的培訓 讓我們的選手能夠出類拔萃 在這條新歌店當中 除了有很多志工來協助以外 也由地方的大學生社團 來表演歌唱的節目 鼓勵海棟繼續認真客席 記者 宜民委 蔡翁博德